大家好,我們是台南海市的船舶機殿科 我們這次參展的作品是這一件隔水保溫舊生衣 就如各位所看到的一樣 上面有兩個黃色的氣帶 這兩個氣帶的材質是由雨衣部所構成的 它們進行那個聯合動作是由那個防水膠帶所聯合的 能使吹進去的空氣不會再洩漏出來 那上面有兩支吹嘴 這個吹嘴裡面都含有逆子法 逆子法在吹的時候能讓那個空氣吹進去的同時不會再讓它洩漏出來 那我們現在先請我們模特兒進行示範穿鎖的動作 穿上後記得把扣子扣起來 不然落海的時候會讓那個 落海的時候的水壓 把這件救生衣服 可以衝走 然後進行吹的動作 吹的同時會有那個bop的聲音 那個原理是因為裡面有彈簧 帶動它的墊片 使空氣吹進去的時候不會再洩漏出來 我們這次的那個空氣氣層是要坐在手臂腰下這邊的附近的原因是因為 腰下那邊含有許多的神經交接點 那邊的熱量是屬於最高的也最容易散失的 阿我們因為這次時間有限所以只能先做成索臂的 等到下次改良的時候可以做到整個背後 或是整個身體這樣 阿那個原理是 阿這樣可以保溫的原理是因為 空氣層可以讓裡面的空氣擠壓到水讓它排出去 阿吹完之後一定要把那個 蓋子蓋起來 這樣才不會使空氣洩漏出來 阿因為我們這次時間有限 所以就先使用人體下去進行吹氣 等到下次改良的時候也可以再順便進行 氣品自動充氣的狀態 使那個救 那個救援時間能夠延長 阿可以使人體更方便 阿謝謝大家 謝謝各位 謝謝各位